原來是你一句重拳 我再次是你一句重拳 會有我們今天在成果發表的感想 會學院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裡面 然後把學員們調教到能夠做開展開學 這樣子的一個程度 然後個人個人的課題不太相同 雖然基地的設定是一樣的 那做出來的成果我認為是蠻符合業界的需要 所以對於產跟學之間的一個橋樑 我覺得會學員做得相當好 謝謝 那對於我們的教學上 或者是課程上有什麼需要的一些建議嗎 其實我對於教學內容跟課程內容 我並沒有那麼熟悉 今天主要是直接進入到驗收的一個狀態 所以當然以驗收的狀態來看 我個人覺得滿意度是高的 所以如果說未來你還能夠在課程上怎麼樣調整 讓你自己更滿意的話 我覺得會學員應該可以自己再去調整 那有提到說Sketchup這個技能 好像目前是一個趨勢 3D Max跟Sketchup這個事情 如果說在課程上更專精的路線 能夠很明確的分野的話 你覺得對於業界也是蠻一個造福的動作 那剛剛您在講的時候提到動畫 就是直接用動畫去帶 那這一方面的話 是因為感受到業界 就是業主已經不太能夠滿足於靜態的一個發表過程 那麼或者是圖片式的一個補程 然後PPT這樣做圖片式的補程 包括口語化的報告 好像已經不能滿足 主要是來自影音這樣子的刺激 它的其實 與日俱增 所以如果說它已經變成一個實系的案 那3D你都見得出來的話 你如何再把它做成動畫 那麼透過剛剛有學員是加著音樂 再說明 那我覺得音樂加入動畫 加入口條 口條不錯的一個說明的話 其實它是一個提案至聖的關鍵 所以我覺得用動畫是未來的曲線 對 對 很感謝 謝謝 為學習成就喝彩 0800-885-222